Hello 我是Karen 我最近生了我的第二个BB 我生了第二个BB 和第一个BB的分别就是 我第一个BB我未相信主的 第二个BB我是相信主的 我生了第二个BB的过程很顺利 那些护士都觉得我很忍得痛 我痛的时间就很短 其实生了BB的痛是 你是想象不到的那种痛 是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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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连止痛针都不用打 还有痛的第二个BB 我连止痛针都不用打 痛的时间是很短很短 很顺利地生了它 所以我很感谢主 相比是和第一个BB的分别 就是一个BB是很痛很痛很痛 就是打极止痛针都不能打极止痛 但是第二个呢 是引到痛 又或者是那种很痛的感觉 是未来到 和来的时候是很短的 我抬第二个BB的时候 我会读很多圣经 经常读圣经 所以我很感谢主 你上小节说过程给我听 你那个过程有什么想说 那个过程的一点就是 我很感谢主 我不是像电视 你看人家电视生BB那些 很痛很痛地入医院 我是不是 我不需要这种的 你问我妹妹 我是半夜 半夜两点多地流血 流血都不痛过 我还可以在这枝枝油油 收拾一下东西 打一下电邮 电邮 就是说给别人听 改声币 告诉别人听我不上班了 我维持了两个小时 我还未痛 那我进医院 大概是四点半夜 那时我还未感觉到很痛 医生餐厅要设置我回家了 那 如果他见你未准备 那些医生要设置你回家 等你准备再回家 那我又很感谢主 因为初时见到那个男医生 他就说 如果你未行的 就要送你回家 但刚好他就休息 接着第二个女医生进来 他就问我 你住哪里的 有没有交通的 你是另一个小孩 那好吧 你留下 如果我还是那个男医生看我的 我想我又要再回家 可能真的要很痛才 再回去医院 然后直到都不是说 那么痛 痛的时间很短 真正真正痛 是早上11点半 左右 11点半 开始痛了 那些护士说 你很痛了 那你还打不打针 我说 都不用打针 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到9度 通常生孩子 10度就生孩子 9度都不需要打针了 那我10点半 那个孩子就出生了 所以我很感谢主 我痛的时间真的很短 我觉得这个是神迹 还有呢 我跟孩子回家的时候 我记得牧师 和你们跟我祈祷的时候 孩子在肚子里 会这样震 震得很快 但你想想 孩子怎么会有能力震成 那么快 会有那么快的速度来移动呢 这个又是 我觉得孩子被生命吵过 回家之后 Emily和我们祈祷 也有这个经历 是吗 是 是之前 之后是吗 未生的 那时候是未生的 我意思就是 我们在教园回家 又再祈祷 那时候仍然是 托着孩子 我们教堂祈祷 有这样的经历 我妹妹和我祈祷 我又是试过 肚子会这样震 但一个孩子 他没可能在肚子 用得那么快 会震得那么厉害 嗯 就是他震的 那时候不是手脚 因为通常人家动 就是手脚踢的 对吗 是啊 他在里面一直这样震动 但你手脚不能动得那么快 他是这样震的 他的手动都不会 孩子是这样这样动的 他不会可能这样动的 那你发觉 他震的时间 是不是跟祈祷的时间 刚刚一起 一停止就跟着停止 一开始是怎么样 大约一段时间 有不同的 就是在教会这里 你们帮我祈祷的时候 就是按手祈祷的时候 我感觉震动的 但是家里就是 震了多久 震到什么时候 震了一段时间 停了 还是一路祈祷一路震 骑下肚 然后震一路就停了 然后还继续祈祷 嗯 但是在家里就不同 在家里就是 我妹祈祷完了 然后我才能感觉震动 嗯 有分别 嗯 好 感谢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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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问 九度是痛的程度 九度 它是开的 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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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通常你三四度 那它才被你 四度它才被你入院留在 如果你开小那四度 它要你回家 再痛过你才回来 是 是啊 所以是 我觉得是神 眷顾着我 三天的表姊 因为我痛的程度很少 刚刚在那间房子的 医生 差不多第二间房子 他如果不休息的话 就会叫他走 应该 因为他不停叫人走 对啊 一进去的时候 你还没准备走 你应该是另外一个 走 对啊 我觉得你痛到这样 因为我附近的人叫到 离了 痛得很紧 但是他都叫人走 走回家 再痛过你 你先痛一下 幸好回来 我们不在那摸着 不是吧 不是 又要走 对啊 你可不可以留在布置上 我说痛了 因此又回来 实际上很眷顾我 我没什么痛 所以我很开心 生完这个 我很精神 我在这儿跳跳一下 我没有说到的 我忘记了 忘记了 我继续录 你在那边说 我没停的 因为你不停 你怎么说 我生完Alan 我是不能动的 好像有铁甲人 但是我生完第二个BB 我可以在那儿跳 我面色很红润 吃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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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生完就要落床跳 就是走来走去 我意思是走来走去 动动 但是生第一个BB 我是不能动的 不能动的 因为客人很痛 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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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是很舒服 就是没什么 就是没什么 你生他的时候不是很痛 但是那种痛的叫 大声程度 他有多大声 我小小不觉得 但是我看到我每次录来的那些 我说 咦?如果被人看那些视频 都一点不觉得我痛错的 但其实我是有痛的 就是你有录到那个视频 是啊 他录了我生BB的过程 但是我看回 我又不觉得很痛 就是不像电视看电视 那些人喊得这么淒涼 那些 但是又不是很痛 所以我觉得是很痛 所以我觉得是很痛 那比如说 有血淋淋的 对啊 也有啊 但是相比第一个 是你打了针都痛 嗯 第一个打了止痛针都痛 嗯 这个我不用打止痛针 嗯 是 凡事都祝福的 还有不用睡觉 对啊 不用睡觉 第一个四天都没有睡觉 没有睡觉 没有啊 没有啊 就是生完他四天都没有睡觉 是直接没有睡觉 睡不着 就是怎么样 因为他不能睡 因为他呢 小孩子有黄胆病 BB是很普遍的 那我常常都要入医院 每天都入医院 入了一个星期 就是又出又入又出又入 然后他又留了医院一晚 因为他要照灯 照灯 照灯 那些角落 可以在老头底照的 对啊 照灯 因为那些 本身呢 哥哥也是有同一个问题 但是他不用留医院 不用照灯 因为他重一点 但是他呢 因为他早三个星期出生 他轻一点 所以医生要求他留医院 嗯 嗯 嗯 感谢了 是 感谢了